各位阅读基因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这一次我们阅读基因会为各位带来这本书是美的觉醒 作者是蒋勋老师由远流出版 在06年的12月1号出版 那各位对于美的觉醒这本书 它上市到目前为止 其实在市场上反应非常好 可是在我看来它不只是反映一个市场的事实 更重要一点是很多人 其实对美对这种内在最深层的呼唤是有所渴求的 而且作者蒋勋老师他在之前出了一本天地有大美 这本也是谈美学的著作 那其实从天地有大美到美的觉醒 从一个谈的是日常生活当中你如何感受到美 到美的觉醒谈的是你如何从你的眼耳鼻舌声等等 去感受到宇宙万物的美 那这中间既然都谈美 它东间有什么转换有什么差别 对于所有的听众或者所有的读者 蒋勋老师这一次企图想要用美的觉醒来告诉我们些什么 那就是我们今天访谈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想要呈现出来的部分 那当然蒋勋老师是我们阅读经营会的老朋友 因为之前有访问过秘密假期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很开心访问到蒋勋老师 蒋勋老师你好 你好凯宇 老师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你记天地有大美之后再来是美的觉醒 您的写作动机到底是什么 想要告诉我们些什么 我想天地有大美是我意识到 大概在20世纪的70年代我从欧洲回来 然后我觉得台湾当时画廊很少 那没有国家剧院 没有国家音乐厅 没有文化中心 所以相对于欧洲我看到的先进国家 我就有很大的盼望 希望台湾赶快有画廊 有国家剧院 有音乐厅 就是我希望人民的生活里有艺术这个东西 那80年代90年代 这个努力完成了 一方面很开心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开始有一个恐慌 因为我发现台湾每个晚上都有音乐会 每个晚上都有世界各地来的艺术表演 画廊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忽然发现人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 就是说听音乐看画展的人民 并不代表有美的品质的人民 所以我在天地有大美 我谈的是十一住行 我开始希望这个岛屿上的人民 如果我们对他的品质有所盼望 我们希望他在自己吃的品位 穿衣服的品位 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摆设的品位 或者自己在十一住行的行的速度上 自己有一个选择的能力 而不是追求人云亦云的价值 所以就是十一住行 可是十一住行里面本身其实牵涉到 人怎么打开自己的视觉 怎么打开自己的听觉 怎么样去感觉到花的香味 怎么去吃一个食物 感觉到口感的美好 或者皮肤上春天来了 风吹在皮肤上的温暖的快乐 能不能感觉到 因为如果这个感觉不到 我相信十一住行 当然品质无法提高 所以这两本书其实是有延续的关系 等于说美的觉醒是更为核心的问题 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艺术作品 是真正值得我们关心的 不是音乐不是绘画 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怎么样看得到美的东西 眼睛能够看到色彩 耳朵能够听到最美的声音 即使不去音乐听 你也可以听到鸟的鸣叫 那因此我觉得 这一本书谈的是掩耳鼻舌声 其实是回来谈每个人自己的感官世界 那我借助了佛经里面讲的掩耳鼻舌声 印度是一个很少就关心到人怎么去修行自己的感官 我们说修行说每个人都有这个感官 可是有的人感官敏锐 有些人迟钝 其实它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我没有用学习 因为它不一定是学习 不是向外的学习 它是回来修行自己的视觉 能够感觉到更复杂的色彩 那能够敏锐到你的鼻子 可以闻到别人闻不到的气味 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生命的竞争力 就是能够让自己更敏锐起来 所以就更本质的来谈一下美的觉醒的问题 您提到就是掩耳鼻舌声 那当然这些感官 既然它是感官 它是非常主观的 那主观的东西呢 其实尤其以我们在台湾这个岛屿 我们从小在升学制度所熏陶得来的这些价值观 会觉得它很抽象 它不具体 它没办法掌握 所以可能很多人 他会觉得就是说 我了解美 是不是 尤其您刚刚提到竞争力这个字眼 可能很容易就把它牵连到 那我是不是代表 好我会 我懂得欣赏一幅画 我懂得跟人家聊上两句 所谓中古世纪欧洲的美学的概念等等 那是不是就代表我有美的素质呢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 到底什么是美 既然它这么主观 那我们又不希望把它变工具化的时候 什么是美对您而言 所以我想谈到美这个字 一般人都会觉得可能见仁见智 比如说我们民间俗语里 最常有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如果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表示每个人觉得谁是美的 其实并没有客观的标准 可是我觉得美这个字很容易掉到主观客观的一个泥招当中 是因为我想我在美的觉醒这本书里面 基本上不做评判 是 比如说我们认为美相对就是丑 可是我是把丑包含在美里面来讨论的 其实它只是一种感觉经验 那我觉得美这个字从汉字里面非常来研究 非常有趣 就是说收文解字在2000年以前 界定了美这个字为阳大为美 阳很大就是美 那事实上2000年来大家都讲的有一点莫中意识 就不知道为什么阳大为美 为什么不是牛大为美 比如说 那么近代有一个日本的汉学家 很有趣 他就从收文解字的阳大为美 去解释美这个字 他认为美阳大 上面是阳底下是大这个字 合成这个字 他在讲早期的汉民族在吃羊肉的时候 从味觉里面得到的快乐 所以赞美一个味觉上的快乐 那这个论文发表以后 其实引起很多争议 大陆的学者基本上是不赞成的 不赞成的原因很明显 我想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欣赏一个女孩子很美 我们觉得她长发皮肩 气质极好 我们觉得很美 我们觉得这个美是跟你去吃羊肉 或吃牛肉面的美 不太一样的 因为你口腔上的快感 康德特别认为那是快感 它并不是美感 美感是一个比较精神性的东西 所以因此大陆的学者 就反对日本的这个学者的说法 可是我觉得这里很有趣 我很感谢这个日本的学者 他从说文解字的杨大为美 找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感官 就是味觉 因为我们的味觉 其实是吃东西 可是我们的味觉里面 是品味的开始 当我讲品味的时候 三个口构成的品这个字 它就不纯粹是味觉 它是去感觉一个更细致的 味觉上的一个记忆经验 所以我们说 这个人穿衣服很有品味 我们说这个人家里的摆饰 很有品味 我们讲品味的时候 如同英文的taste 这个字 并不是口腔 其实是表示说 它有一个style 它有一个生命的风格在里面 叫做品味 品这个字用的很多 是在中国的南朝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有一个诗人叫钟荣 那他就很在意说 这么多人在写诗 为什么陶渊明的诗这么好 为什么有的人诗 我们觉得不好 或者是写的比较差的诗 他就把诗列成九品 上上品跟下下品来列 那陶渊明是上上品的诗 可是这个东西 我们说见仁见智吗 不一定 因为生命的经验里面 告诉我们说 这个人的品格特别的高 那后来有一个叫谢贺的 他又写了一本书叫画品 说诗品画品 就是说 我怎么去欣赏诗的好坏 我怎么去欣赏画的好坏 为什么达文西比一般的 比较差的画家要好 他的品是比较高的 这个其实是有客观标准 是因为他的生命的经验的丰富 以及他的 我们有一个字 又是很抽象 叫做境界 他生命的境界比较高 所以因此我们说 诗品到画品 后来诗说新语这本书 就提出很多叫做人品 是 就这个人的人品特别特别的高 那我们说什么叫人品高 好 我们看到一个人贪婪于权利 贪婪于财富 我们常常会看不起他 虽然在社会里 他拥有权利 拥有财富 我们还是看不起他 我们说这个人品太差 是 这个时候品格跟人品 其实代表了一个 比如说我们说苏东坡 苏东坡是一个被政府诬陷 关到监牢里一百多天 然后一直下放 也没有权利 也没有财富的人 可是他写赤壁富的时候 他告诉大家说 江上的清风 三间的明月 他说你是不用钱去买的 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苏东坡 在中国一直被认为 人品是最高的一个 不只是艺术家 他就是一个大家喜爱的人 因为他很真诚 他非常的自在 然后他特别告诉你说 江上吹过来的这个清风 一阵阵的清风 山里面的月光这么美 他说你不用很多钱去买 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如果今天一个人说 好我在拍卖市场 用一亿拍卖到一个 达文西的名作 这个人可能很熟悉 不见得有品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农民走在山间 觉得今晚的月光美极了 他可能品很高 所以美这个字 其实并不因为世俗的贵贱贵来分别 而是说你心灵是不是得到你自己自在的那个部分 他很难评判 可他是可以评判 所以因此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跳脱很多世俗的捆绑 我们才能够还原美这个字 更多的意义 所以我自己给美下了一个定义 我是认为美是回来做自己 一个人的风格 别人无法取代的时候 他就构成了美的条件 相反的 我们在社会里 我们觉得某一个名模很美 大家拼命的要去模仿他 绝对不是美的条件 因为他其实是侮辱了你自己 侮辱了你自己存在的一种特别价值跟自信 所以我想民间一直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成语故事 就是东施孝平 那么其实这个故事很有趣 就是因为在2000年前有一个长得美得不得了的女孩子 她是西村姓施的女孩子 叫做西施 那么她其实没有读什么书 她就在河边晚杀的 可是别人看到她在那边洗布 就会觉得她很美 就赞美她的美 可是她有一个病 就是她心有时候会痛 她心痛的时候 她会捧心 就会 眉头会皱起来 叫做平 然后别人就觉得 奇怪 她在生病的时候还更美 比平常还要美 所以东施 东村有一个姓施的女孩子 她也很漂亮 可是她就觉得 为什么别人都觉得西施比她美 所以她就觉得 是因为她没有心痛这个毛病 所以她每次就假装要心痛 假装眉头皱起来 就大家觉得她丑得要死 就叫做东施孝平 我想这句话是美学最重要的一个字 告诉我们说 会来做自己就是美 如果你刻意去模仿他人 一开始就失去了美的本质 所以我想这里面 我写美的觉醒也是 我觉得美基本上是一个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美 是因为你在这个沉睡的状态 可是我们自己可以醒过来 如果你醒过来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美 发现自己的美 就是打开你的眼耳鼻舌 我觉得它并不难 可是如果被社会 整个消费的社会去误导到 对自己没有自信了 所以她就会 比如说迷失在所有的品牌里 所有的品牌都可能是美 可是它不一定适合我 这件衣服是不是放在我身上是对的 因为它跟我的style合不合 比如说我可以看到一个 非常富贵的夫人 穿着很贵很贵的名牌 那种几十万的服装 我可以觉得她很美 可是同样的 我也可以看到一个大学里面 头发挑染 然后穿了一个破破的烂烂的牛仔裤 我觉得她很漂亮 因为她就是有点叛逆跟义 如果她去穿那个几十万的衣服 她就很丑 可是她这个时候撕破的牛仔裤 刚好代表她的风格 那这两种style是不能比较的 因为她都构成美的条件 为什么 因为她都是她自己 可是相反的说 我们说如果这个贵妇人 她要去穿一个破烂牛仔裤 或者穿牛仔裤的男孩子 要去穿一个几十万的名牌 她可能都误导了自己 我想这是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美 首先就是回来做自己 你刚才提到那个部分 让我一直想要 哥哥不入这四个字 是 对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在 回到自己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是我们 其实我们没有真的把眼睛 打开来看世界 耳朵打开来 听听看这世界有什么声音 所以导致于就是说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存在 有一种很不安全感 我不确定感 所以我们的第一段 我们听蒋老师谈到这边 那当然在第二段当中 我们可能就深入来谈 什么叫做把我们的感官开启 因为毕竟在 我们每一个人对美的感受 还没有真正提升到一个 所谓纯粹的精神境界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感官 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的感官是可以 让我们真的去感受 感触或品尝这个世界的 那我们期待第二段的内容 各位阅读经营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 开语 接着呢 我们进入美的觉醒 蒋勋老师的专访第二段内容 那我们第一段当中呢 我们请蒋老师谈一谈 他做这本书的动机 还有呢 到底什么是美 那美其实是一个 自我完成的过程 回归到自我的一个最终 到达的地方 那当然进一步我们就来谈 既然这本书 是在看我们怎么样 从眼耳鼻舌身来感受美 那所以我们就请蒋老师 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说您提到的这几个感官当中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抽出其中一个感官 让我们可能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所有的听众朋友 能够清零你的文字 你的书籍当中的一个力量 我想美的觉醒里面谈嗅觉 谈触觉谈得很细 我想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现代人 尤其是文明以后的人类 他的视觉跟听觉用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视听 比如在学校里都有视听教室 可是在视听高度发展的同时 我们也意识到一个危机 就是人类相对于所有的生物 它的嗅觉触觉可能相对在降低 所以比如说嗅觉这个问题 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自己也开始做很多的实验 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动物 是靠嗅觉在进行他们的彼此的认识 比如说如果家里有养宠物的记忆 你会觉得那个狗忽然会警醒什么东西 它是因为嗅觉 它敏感到嗅觉 而且如果你去溜狗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碰到另外一只狗 它们一见面一打招呼就是嗅觉 它们就是彼此在闻对方的身体 然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狗 它经过街角它就一直小便 其实它不是在小便 我想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 有时候它其实可能它的尿液 排泄物只有两三滴 它其实在用嗅觉建立它的王国 因为我们知道生物学的行为学上面 告诉我们说 狗它跑过的地方 它完全知道它的领域在哪里 它是靠嗅觉在建立它的领域 而且它非常厉害是说 它见到另外一个狗的时候 它还闻对方的味道 它知道说这个狗跟它共有一个领域 可是如果是一个新的介入者 是没有介入这个领域的 它会非常的防范 它会非常的警戒 甚至会肥叫起来 我相信人类早期一定也有这个能力 可是人类慢慢的 在一个比较安逸的环境 我们不太用嗅觉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个朋友 我们不会用嗅觉来打招呼 我有时候开玩笑说 如果看到一个好朋友 我就一直闻他身上的味道 好像很不礼貌 可是这个东西很有趣 我们知道有一个成语叫气味相投 你最好的朋友其实不是视觉 是气味相投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朋友 头上用的法辣 或者他喜欢用的古龙水 你都可以知道的 你都可以判断 我相信一个男子爱恋一个女子 他会知道他用什么样的牌子的香水 那么因此我们知道 嗅觉其实是人类 并没有遗失的一个部分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常在一个大楼里 比如说我们上班或下班 我们会在一个密闭的电梯里 这个电梯里面大家都很安静 可是忽然有一个气味发生了 然后你会发现所有人的脸都变了 可是大家都表示出很礼貌的样子 就表示出我没有闻到 因为闻到 然后觉得很臭 是不礼貌的 所以大家都憋着那个气 然后不敢讲话 表示自己没有闻到 可是嗅觉其实告诉你 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有一个气味在发生 我好几次就觉得快要笑出来 因为电梯门一打开 所有人就急着就冲出去 然后深深吸一口气 说这样子 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都是嗅觉 我们知道前年 德诺贝尔医学讲的一个医生 他德诺贝尔医学讲的原因 是因为他发现 我们在两枚之间的 有一个鼻腔的 有一个记忆体 这个记忆体 大概有大拇指这么大小 他可以记忆一万多种嗅觉 一万多种 我得到这个消息 我吓一大跳 我就上他的网站去看 因为刚好我在写美的觉醒 我觉得我们的嗅觉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 我就开始想 我真的可以分辨一万多种吗 所以我很希望美的觉醒 是一本练习的书 后来出了一本练习部 就是大家可以练习你的嗅觉 我做了一件事 就是到一个收摊以后的黄昏市场 我们知道黄昏市场 他本来在那边卖鱼 卖虾 卖蛤蜊 卖牛肉 羊肉 猪肉 然后所有的蔬菜摊子 可是收摊以后 大概到晚上十一二点 全部都收过 而且台湾现在要求很严格 就是全部要清洗干净 我就蒙了眼睛 我拿一块布把眼睛蒙起来 这是我特别建议大家 如果你想知道 你的嗅觉的敏感性 你必须把眼睛闭起来 视觉常常干扰了 我们其他的感觉经验的敏锐度 所以你把眼睛闭起来以后 你发现你的嗅觉恢复了 然后我就走在这个黄昏市场当中 我就借着空气里面的气味 闻到蛤蜊的味道 闻到鱼的味道 我就走走的 停止在一个空间里 我打开眼睛 我知道这个地方 是我白天买鱼的地方 可是我打开眼睛以后 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没有鱼 没有蛤蜊 没有任何鱼类的东西 可是我再把眼睛蒙起来 我还是闻到那个气味 好 气味是什么 气味是一个 你看到的东西不见了 你摸到的东西不见了 可是它还存在在空气里面 最小的存在 所以我后来就写了一个笔记 我认为气味是 留在世界上 最后不愿意走的一个坚持 一种生命的坚持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你走到旧市场 你可以借着你的嗅觉 闻到所有的死去的生命 留在空气里 最后它的生命没有结束的部分 所以因此我后来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因为我又把眼睛蒙起来 因为鱼的味道是最容易闻出来 因为它有一种心 对 可是后来我竟然可以闻到 牛肉的肉摊的味道 猪肉的肉摊的味道 它们是不一样的 然后后来我发现 青菜的菜摊 我也可以发现 因为我们知道姜的味道很强 姜切过了以后 然后你把姜全部洗干净 可是姜的味道一直留在空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 你到一个比较差的餐厅吃饭 它最后附赠一个水果 柳丁切盘 然后你一吃柳丁 吃了一口你不想吃了 因为你发现 这个柳丁是用切蒜的刀子切的 因为上面留有蒜味 没错 好 我们现在知道嗅觉多么敏锐 嗅觉留在空气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东西 所以我就把眼睛蒙起来 去闻到姜的味道 蒜的味道 葱的味道 盐水香菜的味道 九层塔 高栈塔的味道 全部都在空气里 所以因此我就发现 一万多种的嗅觉是在指 我们的嗅觉是这么高度敏锐的 所以试试看 如果我们让自己今天叫做嗅觉日 我尽量不用眼睛 尽量用嗅觉 你会发现嗅觉会把你带到 非常敏锐的帝国去 那徐世金写的一本很有名的小说香水 现在也改拍了电影 你可以看到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因为这个人是曾经是法国很有名的香水调配师 那是高兴聘请的 因为今天法国任何一个名牌的香水 还必须靠这样的敏锐的鼻子才能调配出来 因为他的调配是说 我把多少的佛手肝 多少的迷迭香 多少的薰衣草 多到几十种的配料 比配方全部配出来 而且更惊人的是说 哪一种配料 它是所谓的前气味 中气味跟后气味 因为它有的在空气里流的比较久 有的是比较晚才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嗅觉是远比视觉 还要敏感的一个东西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丧失了这个能力 我们丧失了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问我说 我嗅觉不敏感 我有鼻窦眼 我鼻子什么都闻不出来 我少了什么 我要讲的是说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人 最后是一种气味 我一直觉得我带着我母亲的气味 走到天涯海角 因为我是小时候是母亲哺乳的 所以我哺乳的那个记忆 我自己已经不记得了 可是妈妈会告诉你说 你每次哺乳完以后 就趴在我身上 这是她告诉我的话 然后我趴在妈妈身上 母亲的气味整个包围在我的身上 然后她就会拍我 然后我会吐奶 她就会用一块布去擦那个奶 然后她说那块布 我一直到很大 这个我记得 我一直抓着那个布 我才会睡着 然后她每次就趁我睡着以后 偷偷要把那个布抽走 可是那个布一旦离开我的手 我立刻惊醒 好我想这里面有嗅觉 因为我的嗅觉告诉母亲在旁边 所以我会比较安全 那么同样的 我相信你如果在恋爱当中 一个女子对一个 她所熟悉的男子的气味 是非常非常认真去感觉的 一个女子感觉男子的气味 这个男子气味我很难形容 因为我没有说男子对女子的气味 因为男子对女子的气味 可能是她的洗发精 可能是她的香水 因为女孩子爱美 身上有很多附加的气味 可是如果她闻到的是 真正身体的气味的话 我相信那个爱是更长久的 因为美国最近电视上 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 他们让十对的夫妻 就是男子的内衣裤 丢在一个笼子里面 让他们的十个太太 去用嗅觉 不用眼睛 眼睛是蒙起来的 用嗅觉去找 他们丈夫的内衣跟内裤 全部都对 这里面是很有趣的 我们知道赫洛蒙 我们的体液的分泌 我们的夜下 其实是有气味的 那西方的气味比我们更重 或者说一个男孩子 打完篮球以后 你就知道他身上有一种气味 有时候妈妈说 你一身汗臭 可是妈妈在骂孩子 说一身汗臭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种快乐 因为那个气味 是他感觉的道理 因为只有最亲密的人 你才会感觉到他的气味 你不会跟一般的人 感觉气味 所以因此我觉得 如果你的嗅觉没有感觉到 世界上你最爱的人 那个气味 这个爱是不稳定的 因为我们知道 视觉其实是一个 比较冷漠的感觉 因为它比较有距离感 可是气味 一定是你闭着眼睛 整个包围你的东西 所以因此我会觉得 我在这个书里面 谈了很多嗅觉 谈了很多的触觉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这两个感官 都在人类高度的文明当中 列为禁忌 我们不能随便 闻别人的气味 我们不能随便摸别人的身体 这个是禁忌 可是不要忘记 你最爱的人 他是耳冰撕磨 所以如果你这个人 我常常问学生说 你真的跟他很 爱到什么程度 那个爱最后引发 甚至引发到一种痛的时候 因为你跟他耳冰撕磨过 耳朵旁边跟冰角旁边 靠在一起磨 那个时候眼睛一定是闭着的 如果你那个时候眼睛张着 我相信这个爱是很奇怪的爱 如果你有这样的身体上体温的记忆 是触觉的 有他身上所有嗅觉的记忆 那个爱会让你觉得很难分难舍 那那个时候他才是一个最深的爱 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说 父亲去世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像母亲去世那么痛 是因为我觉得母亲身上 有太多的气味跟触觉 我跟我母亲太亲 所以那个记忆在割舍的时候很痛 可是父亲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 我父亲比较严肃 比较理性 我跟他都是视觉上的来往 跟听觉上的来往 所以我觉得我的痛 没有母亲走的那么痛 可是我觉得痛不见得不好 痛是触觉 美的觉醒里面包含痛 因为一本生物学的书告诉我说 人类没有痛 不会生存下来 生物没有痛 不会生活下来 生命可以延续 最要感谢的是痛觉 因为有小孩子无痛症 割伤烧伤不痛 他不会存活很久 所以连痛 是因为你有最深的记忆 你才会痛 所以有时候 我常常会跟一个年轻的朋友说 你爱得很深 所以你痛 那么这一次的痛 对你还是有意义的 那如果你不爱他 你不会痛 那相反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离开 没有什么意义 你不觉得 就是无关痛痒 是 无关痛痒 所有观痛痒的东西 都是因为他有美的觉醒在里面 他有最深的记忆 所以这本书里最后 我讲了一句话说 爱自己跟爱他人 都是美的觉醒 我觉得 跟一般去听音乐会 看画展的美 是不一样的 因为 我这里面用了一句话说 爱自己跟爱他人 都是美的觉醒 很多朋友问我说 我懂爱他人是美的觉醒 为什么爱自己 也是美的觉醒 因为我会建议很多朋友说 我们今天在忙碌的职场 我们甚至不懂得爱自己 我们会让自己肩膀 已经硬到像石头 可是不懂得在晚上 泡一个热水澡的时候 用手好好的按摩自己的肩膀 我觉得那是爱自己 我们要懂得爱自己的身体 所以当美术系的学生 在画模特的时候 我常常建议他们说 你们应该在镜子里 看看自己的身体 如果这个身体你不爱 你很难去画别人 你很难把别人身体画到很美 所以我会觉得说 希腊今天 他成为世界身体美学的 一个重要的民族 因为希腊在运动里 非常爱他自己身体 他是从体育出来的 所以他的体育里面 他锻炼出他自己的肩膀 他身体的美 所以他们用大理石 去歌颂这个身体 所以我会觉得 美的觉醒里面 很本质的一部分 反而是爱自己 从爱自己开始 所以我建议过很多朋友说 你不只要去握别人的手 感觉别人的触觉 最近我听到一个故事 因为我跟一些朋友上课 他们是中年人 然后他们在大学的时候 是我同班同学 金童玉女 然后结婚了 我们都好羡慕他们 然后买房子 买车子 生了孩子 就是度过三十岁 四十岁应该有的困难 然后现在到五十岁 往六十岁迈步了 孩子都大了 到国外读书 也非常优秀 这个时候出现问题了 因为这个大学同班同学 女孩子就跟我说 回到家里累得要命 夫妻两个就躺在床上 然后丈夫就拿遥控器 看电视 然后每一台都不满意 然后因为很久没有运动 肚子很大 然后就打呼就睡着了 然后这个太太 因为上我的课 我就跟他们说 夫妻不管年纪多大 都应该经营你的触觉 因为他们刚开始不懂 以为我讲经营触觉 就是性 其实不是 到某个年纪 性不是那么重要 其实是一种依靠 跟彼此感觉对方的温暖 我说应该常常 有时候握着手散散步 那个老夫老妻的感觉 其实是很温暖的 所以他就想说 他要去试试看 他要去摸他丈夫的手 他丈夫已经在打呼了 他就用手去抓他丈夫的手 丈夫就被他惊醒了 惊醒以后 就很茫然的看着这个太太 好像很陌生 结婚了三十年 这个太太 为什么忽然摸我的手 然后他害怕 他不知道再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忽然恍然大悟 他就把遥控器丢给他太太 那这个故事 其实这个太太 后来第二天在电话里 跟我讲重复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有点哽咽 他觉得很难过 他觉得结了婚几十年 最后得到是一个遥控器 然后丈夫继续打呼睡觉 那我就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更勇敢一点 当别人丢遥控器给你的时候 你更勇敢的去握他的手 然后我跟他说 我明天会打电话给你丈夫 因为他也是我大学的好朋友 我会跟他讲说 不要随便把遥控器丢给别人 别人要的是你的手 那我想这里面有触觉的记忆 如果我们今天不懂得 怎么去触觉上去跟他人 因为触觉是非常私密的 我还是要重复地球上有六十亿人 能够真正跟你发生触觉关系的人 不会很多 那这个是你最珍惜的部分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他 还有就是爱自己 是珍惜自己的触觉 所以我现在很建议很多朋友说 你要懂得给自己按摩 不只是把疲倦的身体 交给一个按摩师 你要懂得按摩自己 有时候是抚摸自己的乞丐 还有我觉得很多 全世界最美的宗教的信徒 不管是佛教基督教 当他们双手合十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用他的左手 去感觉他的右手 用他的右手去感觉他的左手 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种虔诚 我们讲虔诚是 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感觉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价值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东西 那么因此我觉得 爱自己爱他人 都是美的觉醒的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 它远比我们今天 匆匆忙忙地去看画展 匆匆忙忙地去进出音乐 听国家剧院 我觉得更重要 那应该要去回来做自己 感觉自己 爱自己 其实能感觉真的是 生命当中 莫大的一个祝福 其实有时候我们 每天相处的很多 就算你再亲的人 家人 或者是你每天相处的 可能是办公室的同事 可是我们常常有时候 就是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有时候 甚至于刚刚讲老师说的 让我很有感触 有时候不小心肩膀或手碰着一下 还反而是一个禁忌 那心里 每个人可能都有个疙瘩 不小心碰到女同事 会不会被高兴骚扰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那自我的存在 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祝福 就是一个美 那我觉得是一个 很多人应该可以从这本书去体会到 那其实呢 在这本书当中 他除了提到 蒋老师除了提到 这些感官的部分之外呢 当然刚刚老师提到的是嗅觉嘛 那嗅觉的部分当中 还提到一个 我觉得很妙的东西 就是你有提到 因为嗅觉花 花是一个很特殊的 特殊的一个祝福吧 我觉得 因为它有气味 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它 而且呢 这个花呢 它背后还很多生命的意涵 跟故事在里面 那我们在第三段的内容当中 我们就想请蒋老师 再去延伸一下 就是这个花的部分 因为毕竟 您刚刚提到很多经验 对我而言 我经验 其实您刚刚提到很多部分 是很触动我 从您刚刚一提到嗅觉 我就想到 我台中人 然后呢 我自己在台北 努力奋斗 可是有时候 我走过那些旧社区 闻到油烟味道的时候 是因为油烟味道 让我想到家 这个时候拿起电话 打电话回家 那有时候闻到一些 可能那种 不是很好闻的气味的时候 其实我会想起我父亲 因为我父亲在临走的时候 我照顾他 那个气味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其实我的感受是很深刻 可是呢 对于很多朋友而言 我相信你可能 可以再深入的 再用一些 贾老师书中的一些东西 可能借有一朵花 借你看到的东西 来去开发你自身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期待第三段的内容 各位阅读经营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接着呢 我们进入美的觉醒 这本书的第三段访问内容 访问的对象是作者 蒋勋老师 贾老师 我们在刚刚谈了这么多 有关于嗅觉 对于美的一个启发感觉 我们怎么样从这些感官当中 意识到自我与他人 和世界万物的存在 那当然在嗅觉当中 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分享 就是呢 您提到花 嗅觉跟花的关系 那花它的一个故事 它的一个象征 它的一个意义 所以是不是请教老师跟我们谈一下 我想我们开始是有提到过 美好像有点见仁见智 然后大家都不太一样 可是很有趣的 我记得在大学里面教美学的课的时候 学生最后就发现 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 都有一个爱花的基础 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那你对所有你爱的人 你都会用花去做表达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 花是一个最有趣的礼物 因为如果今天有朋友 他怀孕了 那我们为了祝福他 我们就送他花 然后这小孩子诞生了 我们到医院去看他 我们也带着一朵花去 那花这个时候代表是对新生的喜悦 然后我们也看到 有人生日的时候我们送花 有人结婚的时候送花 他都是跟喜悦有关 可是其实我们发现 有朋友病痛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个朋友住院了 我也会带花去 那这个时候这个花 当然不是喜悦 而是一种鼓励 好像对生命的鼓励 甚至我们会发现 在临终的时候 在丧礼里面也用到花 那这个时候花 好像又是一个安慰 所以我们会发现 花作为一种礼物 是世界上最特殊的礼物 因为他从诞生到死亡 他都可以用 告别的时候也可以送花 相见的时候也可以送花 花变成了一个最复杂的一个代表性 我想是因为花 大概在短短的几天的开放当中 其实具体而为的 把人的一生讲完了 所以它有很高的象征性 所以因此我们 后来在美学克里常常用花 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代表 我们就来探讨它 比如说我们说花为什么美 有两部分比较容易被抓到 一个是说视觉的 就视觉是说 这个花的形状很美 或者色彩很美 还有一个是说 嗅觉的 花有香味 好 因此我们就会发现说 视觉上的美是因为一个花有红颜色 我们知道所有的红颜色 是视觉上比较饱和的颜色 或者紫或者黄 都是饱和色 因为昆虫是复眼 它很不容易发现花在哪里 所以花努力的告诉昆虫说 我在这里 因为如果它开三天四天 昆虫不来替它受粉 熊蕊跟瓷蕊去受粉 这个花等于白开了 我们知道花等于是一种生殖的布告 就是说我活着 可是我要赶快去受粉 就等于说 今天一个男女的一个交配一样 它其实是花的生殖 所以因此它用花了 颜色来告诉昆虫 我在这里 好 我们接着就发现很有趣 所有气味很重的花 基本上大部分是白色 因为它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可以吸引昆虫 所以它必须发展出嗅觉出来 所以它用浓郁的香味去跑到很远 告诉蜜蜂蝴蝶说 我在这里 所以我们会发现白色的花 包含我们随便举一下例子 玉兰花 含笑 芝芝花 茉莉花 所有这些百合 所有白色的花香味是特别浓的 所以有人说香花不美 美花不香 就是红色 有颜色的花就不美 那有香味的花 它就不艳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是等于是植物在利用嗅觉的东西来完成它生命的延续 完成它生命延续 所以我想花的美 里面有非常高的嗅觉性 然后有一次我很特别一个经验是我去天祥 因为那个地方在冬天的时候会飘小雪 因为它高度高 然后非常冷 我就闻到一阵一阵的非常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说这个香味怎么这么香 比如说桂花非常香 我在杭州西湖闻到九月到十月的桂花香得不得了 然后那一次是大概一月的时候在天祥闻到一种香味 我就问旁边一个国家公园处的处长 他是学植物的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香的香味 那我找不到花 而且下雪的季节怎么还会有花 他就说一定是梅花 他就跟我去找 后来就发现在那个山很远距离我们闻到的地方 大概有上千公尺的地方 看到几株老梅树 零零落落几朵梅花 那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梅花这么香 那我记得诗句里面讲过 可是因为台湾是热带 所以我不太容易感觉得到 就是古人的诗里面说 不是一番寒彻骨 哪得梅花扑鼻香 如果不是冷到你骨头都痛 不是一番寒彻骨 哪得梅花扑鼻香 那么这个痛跟香是有关的 可是我们又细想它的问题 那这个植物学 植物学的朋友告诉我说 你知道这个季节根本没有昆虫 昆虫少之又少 它如果不够香 它根本没有办法受粉 所以因此我感觉到 什么叫做梅 梅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存在 存活的艰难 所以我们觉得梅的事物 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存活的艰难 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 就是梅花是为了要在冰雪里面 完成自己 所以它把香味传到这么远 去完成它自己 那可是我们觉得梅花很香 古人很爱画梅花 歌颂梅花 我们不知道背后 其实是一种存活的艰难 所以因此我会觉得 我们就碰出到美的觉醒的 一个很本质的问题 就是所有我们认为美的事物 往往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存活的艰难 只是它不是用理性来告诉你 它是用感觉 如果举台湾最容易理解的例子 每一年四月我都会跟朋友去苗栗 去苑栗 甚至台北附近的安坑 去看油桐花 因为油桐花在台湾是很有名的 就是四月的时候 油桐是一种很高的树木 大概可以长到十几公尺 然后它的特征就是到四月 大概有两个礼拜 我们叫桐花季的时候 那个油桐花是白的 它就会一阵一阵像雪这样飘 你站在它底下 你就看到 看呆掉 因为它就一阵一直飘 它是比日本的樱花 还要壮观的 一直飘一直飘 那所有人在那边都看呆了 觉得美到惊人的地步 好 我们都被油桐花的美震动了 我们也都感觉到油桐花的美 甚至我看到一个小孩子 他就站在那个油桐花底下 看久了以后 因为油桐一直落一直落 落到最后 他被油桐花包围了 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在那边发呆 我就一直观察他 大概五岁的一个小孩 然后他就大叫 妈妈妈妈妈这样叫 所以妈妈在比较远的地方就走来 说你干嘛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我 那妈妈你出来啊 你走出来 他说我会采到花 那他妈妈就说 又采到花有什么关系 那时候我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 孩子是比大人更懂美的 因为他不要伤害生命 后来我就跟那个妈妈说 我说我好喜欢你这个孩子 因为他的生命里面 有一种对美的尊重 他舍不得把那个花采坏 那么他一生也不会去伤害人 所以那个妈妈也很感动 因为他没有想到 我是用这样的方法 去鼓励这个孩子的 可是我要告诉这个妈妈是说 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铜花会这样一直飘 她说为什么 她说她觉得很美 可她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知道铜花在一棵树里 有两种花 一个是雌花 一个是雄花 所以他们是本身铜株在受粉的 铜株受完粉以后 雄花所有的这个生命 为了要延续 因为雌花受粉以后 他就负了一个责任 就是要 等于是人类怀孕了 他要去结果 结油桶果 所以他需要养分 所以所有的雄花 在一刹那之间全部飘落 决定自己不要去 用这个养分 他要把所有树的养分 给这个雌花 所以飘落下来 全部是雄花 所以人类感觉到 那个油桶的美 其实背后是有一个 存活的艰难 我们觉得那个花 美到这样子 这么灿烂 可是生命 其实是死亡 可是这样的死亡 让你觉得美 是因为它去完成了 另外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说 落花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仪更护花 它是要保护 下一个生命的 所以所有的美 里面有一个 我们不知道的 更大的智慧 所以因此我跟这个母亲说 你带了孩子到花的前面 你已经教会他 太多的东西 我们不一定要跟他解释 他五岁 他可能听不懂 我刚刚跟你讲 雄花雌花的问题 可是他舍不得采那个花 他其实已经得到了 美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的美学 在教育里可能被误导了 我们不断的分析 我们可能只花一点点时间 听一下贝多芬 然后就花很多时间 解释他的乐理 分析乐章 然后去讲他几年几月 几日生 几年几月 几日死 他所有的生平都出来 我不认为这个不重要 可是这个没有音乐更重要 让他听到更重要 如同说花的分析 没有花本身更重要 那个花在那边 它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所以因此我觉得 我自己在大学里 我教美学 讲黑格尔 讲康德 讲所有美的分析 可是每次到四月的时候 在东海大学 我发现学生都在看窗户外面 开了一片灿烂的羊蹄角 他们没有专心在听我上课 可是我很高兴 他们在专心看花 因为花里面是他自己 可以领悟的生命 所以比如说在古老的文化当中 我们知道基督教 有一个最伟大的老师 就是耶稣 他曾经跟他十二个门徒 讲过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故事 他看到路边有百合花开放 他就看呆了 他说你们看这个百合花多美 所罗门王富有的时候 全部的宝藏加起来 不如这个野地的百合花 这个是现在保留在基督教圣经的 一句了不起的话 我相信今天作为基督教的信徒 应该知道他讲的这句话 才是了不起的 他是不是神 其实对我不是最重要的事 可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 他是有大智慧的 我们再把场景从耶路撒冷 调到Varanasi 印度的恒河旁边 我们看到坐在菩提树下 悟到以后的老师 他有一天 他一生都在讲课 告诉学生做人的道理 生命的道理 可是有一天他不想讲课了 他就把飘在地上的一朵落花 拿起来给所有的学生看 他的学生都不知道 这个老师干嘛 那一天老师就不讲话 那学生觉得老师你不讲话 我就没有办法抄笔记 就他的一个大弟子就是迦舍 迦舍就笑了 笑了以后 他就把这个花给了迦舍 他说我一生讲的所有的生命的道理 其实就在这一朵花里 不靠语言传 也不靠文字传 心心相应 我们知道这是禅宗的开始 也就是所谓碾花为笑的故事 那碾花为笑是有人拿起一朵花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懂了 就笑了 那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里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 这两个人都是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 所以他们可以用来用花来讲 来教育弟子 可是今天我想我也不敢 我不敢在大学里教课 带一朵花去给学生看 那也许我是不如这两个老师的 因为我相信我们太多分析 太多理智 而我们缺乏了说 其实可以去启发所有的感觉世界 让它感觉到美 去把一朵花交到另外一个手上 是莫大的祝福 那么这个花 有一天是它对抗所有的邪恶 所有的痛苦 所有压力的最大的力量 所以不要小小看的 看不起这一朵花 所以在很多的文化里 我们看到他们用戏剧 用文学 用音乐来歌颂花 因为花是他们生命里面最大的支柱的力量 我们在巴厘岛看他们的戏剧里 最后一个孩子无法抵挡恶魔 那个恶魔扑山倒海而来的时候 最后他最无奈的时候 他就拿花去丢那个恶魔 就恶魔应声而倒 因为大家不知道里面有一个符咒 恶魔是怕花的 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故事 是变成一个很悲剧的故事 就是荷兰人在统治印尼 打到巴厘岛的时候 用大炮对着巴厘岛的人 去轰的时候 巴厘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来了一群人跟他们长得不一样 用枪炮在打他们 他们就决定说 这个就是神话里的恶魔 所以他们就 所有的人就拿着花去丢那个炮 那么现在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故事 因为有人画成了一张画 那么后来世界的头条新闻 也用这个故事来指责荷兰 当时的殖民主义 去屠杀巴厘岛的人民 那么也让荷兰的知识分子 后来有很大的反省跟忏悔 所以因此我们说花很柔弱 很无力 可它其实在人类的文明当中 又扳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不断使人对自己的残暴 有反省 对自己的粗鲁 有反省 所以有一次 我记得 我大概教书这么多年 我听到的最快乐的一句话是 有一个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跟我说 老师我上了你四年的课 那我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是希望来世修 修行成一朵花 那是我听到最感动的故事 我觉得大概我的教育里面 我觉得最自信觉得满意的一句话 如果教的学生只是拿学分 只是会考试的 我觉得我不见得快乐 可是我听到这句话 我非常快乐 我觉得也许这个教育 才发生了真正的作用 对 其实生命它本然就是一个整体 只是因为我们有时候 太多的教育或者太多理性 想要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从一个切片去看 那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让我想到就是说 其实在我学习心理学的过程当中 也常发现这个现象 就是过去在心理学里面 他试图的把人 情绪归情绪 愤怒归愤怒等等 这样切片来看 用了很多的实验 甚至用动物的实验 可是他没办法回复到人的本貌 那唯有回复到人的本貌 才是真正的 不管是心理学也好 哲学也好 其实那才是美学真正的指向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江老师这本书 他借用眼耳鼻舌声 等等的感官 他当然里面举了很多 我相信会勾起 每一位读者 很多共同记忆的话题 或者是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你一定看过海 比如说刚刚提的 你一定闻过花香 你一定忍着这个碎眼心松 和疲惫的身体 为了看那个日出 你一定有这种经验 所以其实 江老师的这本书 在我个人认为 它是一个指向 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指导 因为每一个人 他的生命本然就是一个美 存在就是一个美 但它是一个指向 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看得清楚 我们自己的存在 和宇宙万物存在 它的一个最终的价值 和最终的美丽 好 那我们谢谢江老师 谢谢 那也期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都能够继续支持 收听我们阅读基因会 期待我们未来内容再会